元朗平山有一個傳奇 小小的店鋪人生在圍村裏 憑一個太陽彈菠蘿包文明 沒有噱頭、沒有花巧、沒有裝修 但就有一股莫名的魔力 總是吸引到人排隊朝聖 今日他由圍村轉戰市區 向觀塘即將開始首間分店 這兩年他們都想自己 在三兄弟搞一間媽媽很多事擔心 做食物始終很緊張 長大了媽媽看到他們成長了 放手讓他們出去闖 他是華嫂 繼承了父親已經開始半世紀歷史的茶餐廳 因為不想做為爸爸的明星 所以一直努力經營 成為區內博有名氣的小店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家裏有這樣的生意 那麼多人來支持 非常難得 真的媽媽肯放手 給這個名字 給我們三兄弟出去搞 都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分店面積大約千尺 餐太大致都跟原本的店鋪相同 沒有煎魚餅 豬扒雞翼番茄湯通粉 暫時只有一款新菜式 就是備制拌麵線 麵上面鋪滿了火腿絲 午餐肉 豬扒等等 備制醬汁帶甜有辣勁 為了保持出品味道 食品和原本的店鋪相同 同樣由元朗街市 雙熟的檔口入貨 不過他們最希望的就是 很多人說你吃東西可以有人情味 如果出去我們都可以走回媽媽那一套 以禮和真誠待客 我覺得 希望那些客人會感受到人情味 如果誰不施要呢 好 artist och Properties 或許多那方 照見 好 我們 現在